大家好,我的名字叫Shirley,我是Patsy的护士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新冠病毒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Day Care Center和Evergreen Center 最近因为新冠病毒要关闭两周 那么我们4月份再见你们大家 然后这个新冠病毒现在对它的研究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都知道它会带来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家人和朋友呢 因为现在目前没有疫苗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避免人群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卫生习惯包括我们要洗手,要勤洗手至少20秒钟 然后你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肘遮住你的口和鼻 然后呢你要洗你的口和鼻 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摸你的脸,摸你的嘴巴和你的鼻子 那么大家还要特别注意 65岁以上的老人呢要特别特别注意 不要去接触外面的人群 要更要注重你们自身的保护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预防这个病毒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尽量的待在家里面 不要出去,不要神作公共的交通工具 然后呢你要跟大家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一定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如果你如果有感觉到有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的话 这三个症状就是新冠病毒的主要症状 如果你只是发烧和咳嗽的话 那么你尽可能的待在家里 那同时呢你也要给医生联系 要给医院联系 那么就不要再出去 一定待在家里 如果你出现呼吸系统的 就是非常严重的症状 比如说你呼吸困难 或者是呢你有胸痛 其他的症状 或者是呢你不能反应 就是反应不 反应大脑反应不好 那么你要立即的到当地的医院去就医 那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呢 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 如果症状轻的话 你一般都可以在家里面自我隔离 然后最后会慢慢的治疗 就是治好 那么如果特别严重的话 在医院的话 我目前有两种医药 那么可以用 那么这一切都是医生的决定 所以呢最后呢祝大家呆在家里面 保持健康 谢谢